哈喽各位同学大家好 来我要同学们请打开Mountree科学的第40页 Patch for D 来我们一起来复习第4课及第5课的选择题 来我们看第一题 除了吸取水分及矿物质 植物的根会往地心营地的方向生长 是为了什么呢 它是为了巩固地面上的植物 B 第二 以下哪一项说明显示植物对外来的吃鸡会产生反应 那就是根部往下生长 为什么呢 因为为了吸取地底下的矿物质和水分 还有叶子往阳光生长 答案是E和4D 来第三 上图证明了植物的根 你看植物的根呢 它是往下生长的 为什么呢 因为植物的根呢 对地心营地有反应 答案是C 第四 上图中的植物对哪一项外来刺激的反应最明显 这一个呢 它是 你触动它的话呢 它的这一个花瓣呢 它就会合拢起来 所以呢 这一个植物它对触动的吃鸡的反应是最明显的 第五 以下哪一项答配是错误的 OK 我们来看 净对阳光吃鸡反应是对的 根部对水分是对外来吃鸡会产生反应是对的 那么触动呢 是哪个植物的部分呢 不是净 来 在旁边注明是叶子 叶子 把它写上去叶子不是净 所以呢 根植物的根呢 对地心营地会产生反应 这个是对的 所以C是错误的 请在镜的旁边把它写上去叶子 来看第六题和第七题 它说呢 是预测数天后绿豆出根后根的生长情况 OK 植物的根呢 它一定是会往朝着棉花的方向生长 因为呢棉花是湿的 所以呢 植物呢 植物呢 它的向水性来的比较强 相对于向地心比较强 OK 所以呢 植物的向水性来的比较强 所以呢 它的根呢 一定是会朝着棉花的方向生长 因为棉花呢 因为棉花呢 含有水分 OK 第七 上述的实验证明了植物的什么东西呢 证明了植物对水分会产生反应 B 第八 以下的哪几项是植物为了获取充足的水分 做出的反应 那么是什么呢 来看 它植物呢 它为了 为了 获取充足的水分呢 它的根呢 会长出很长的根 OK 是为了获取充足的水分 还有 把根长出泥土外 OK 所以呢 答案是 1和2 它的花朵呢 是无法生长在水里的 OK 所以答案是 1和2 1和2的话呢 是 B 第九 植物W 静物生长得很长 静部分对阳光产生明显的反应 附生在高大的树上 静和叶子会不断往上生长 上述说明所指的最有可能是什么呢 牵牛花 牵牛花呢 它会附在高大的树上 然后呢 它不会吸取高大的树的养分 OK 所以呢 来看第十题 下图显示植物的一些部分 上述的部分 受到哪一些外来司机时 会产生反应 P呢 它的叶子 它的叶子呢 对阳光产生反应 那么它的根呢 对什么会产生反应呢 对水分产生反应 OK 除了水分的话呢 它对地形引力也会产生反应 但是植物的根部呢 对向水性来的会比较强 OK 来 第十一题 以下哪一项说明是错误的 OK 答案是 B 植物需要氧气来进行光合作用 是错的 植物需要二氧化碳 不是氧气 OK 把氧气换成虚 二氧化碳来进行光合作用 不是氧气 OK 植物是会释放氧气 OK 第十二题 植物 二氧化碳 动物 上图显示地球上空气的循环 Y代表什么呢 OK 植物呢 释放氧气给动物 然后呢 植物吸收二氧化碳来进行光合作用 OK 所以Y是氧气 接下来 十三题 植物除了为人类和动物提供重要的空气外 还有什么重要性 它提供了能量 提供了能量 OK 十四 植物不需要四处移动来寻找食物和水源 因为植物 它会怎么样呢 进行光合作用来制造食物 OK 植物呢 它本身会自己制造食物 进行光合作用呢 来进行制造食物 OK 十五题 在夜晚 在夜晚没有阳光时 植物会释放什么来制造食物呢 它会释放出二氧化碳来制造食物 那么这个活动呢 叫成光合作用 OK 十六 如果植物从始不再提供于我们呼吸时所需要的空气 我们将会怎么样呢 缺氧而死 OK 缺氧而死 因为呢 植物提供了氧气给所有的生物 动物啊 和人类 如果动物和人类呢 没有了氧气的话呢 那么这个 地球上的人类和动物呢 都会缺氧而死亡 十七 植物的哪一部分会深入的地移吸取水分和矿物资 协助进行光合作用呢 那么就是 D D就是根部 植物的D根部 十八 以下哪一项有关于菇类的说明是正确的 OK 哪个是对的呢 菇类呢 是没有叶利素 它也无法自己制造食物 所以呢 答案是 E和4 E和4 A 来 十九 人类和动物在呼吸时会释放气体X 让植物进行光合作用 所以呢 人类和动物呢 呼吸的时候呢 会释放什么呢 释放 二氧化碳 OK 那么植物进行光合作用时 则会释放什么呢 气体Y 植物是会释放氧气给动物和人类 所以呢 让人类和动物呼吸时 二氧化碳 所以呢 所以它会释放氧气给人类和动物呼吸 所以呢 题目问你 气体X和气体Y分别是什么 所以呢 人类呼吸时我们会释放二氧化碳 那么植物在进行光合作用的时候呢 它就会释放氧气 所以气体X是二氧化碳 气体Y是氧气 OK 二十 以下哪一项不是正确的爱护树木的行为 那么就是什么呢 随意砍发树木 OK 不能够随意砍发树木 随意砍发树木的话呢 会造成 动物呢 失去了庇护所 或者会造成 土崩 OK 所以呢 下面呢 它讲哪一项不是正确的爱护树木的行为 那么答案就是 A随意砍发树木 二十一 以下哪一种植物 没有业力素 OK 没有业力素 那么就是 胎弦 B OK 二十二 进行光合作用时 会产生什么呢 那么会产生 氧气和糖分 植物会释放氧气 然后呢 它也会制造糖分储存到于植物的茎 根 叶子 OK 那么多余的糖分呢 就会转换成什么呢 转换成 淀粉 淀粉 OK 二十三 植物的根不断的向下生长 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吸收水分和矿物质 B OK 二十四 如果缺乏了什么东西呢 植物将无法自己制造食物 那么如果植物没有了阳光和水分呢 那么它就无法进行光合作用 OK 来二十五 以下哪一项说明是正确的 OK 植物会自己制造食物 那么它进行这个活动叫什么呢 叫着光合作用 你在旁边可以注明光合作用 OK 植物呢 会自己制造食物 那这个选择题就到这边咯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谢谢同学们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